在台灣賣的最好的車 是Toyota的COROLA CROSS 可是你們知道在其他國家 賣最好的神車是哪幾款呢 還有如果你想要買一台 台灣的代理商沒有引進的 總代理沒引進的車款 到底應該要怎麼辦呢 當然就要交給神通廣大的貿易商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 在美德英法 他們拿下2021年銷售冠軍的 有哪一些車款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看 汽車大國 美國跟德國 2021年銷售冠軍的車款是 是的冠宜 這份統計資料 其實是一個全球非常知名的 汽車網站叫做MOTOR ONE 其實我們國內也有蠻多媒體 大概也都是COPY MOTOR ONE的資料 英番中就趕快把即時的訊息 給告訴我們台灣的一些 消費者跟讀者 那當然這個既然他是一個 國際全球知名的媒體 所以呢 他掌握的其實是 就像剛剛冠儀所說的 美英德日法 各大市場啊 整個銷售狀況 跟整個受歡迎程度 不同的車種 他都做了一個統計資料 那當然他也針對 各個不同的銷售地區 把每一個銷售地區的神車啊 當然就像我們Kawakos 這種比較不容易撼動的地位啦 甚至是在全年度 單一車型銷售 最多數量的車種 給統計出來了 那首先就來看到冠儀 你剛剛問我的 美國市場 也就是北美市場 北美市場來看到沒有 你看到沒有 這個光是一個福特的F系列 這是一個皮卡系列 就賣了72萬輛 相當驚人的數字喔 72萬輛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那你會發現第二名第三名呢 怎麼搞的 都是皮卡 對耶 是不是 所以這個跟整個用車環境 跟民俗文化其實比較不同啊 那你看到沒有 在美國大部分的人啊 都擁有一台皮卡 或者是說 大部分的家庭 都擁有一台皮卡 擁有一台Full Size的MPV 對 那其實所謂的豪車啦 這種Bentley啦 Fatati啦 這種豪車 反而會落在所謂的 藝人啊 明星啊 還有華人的身上 大部分的美國人 都是買這樣子 比較實用性質的皮卡車型 那其實怪異 美國皮卡賣得好 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台灣現在皮卡數量選擇 也蠻多的 是 越來越多 表示大部分的現在台灣消費者 開始啊 覺得說 我不一定要開這個黑頭大轎車 我也可能休旅車對我來說 用途還不那麼的足夠 他們會選擇這樣子的這種皮卡 第一個兩排座位 全家出油沒問題 除了車身尺碼大一點之外 還有 但是他帶來的好處是 那個後箱啊 非常龐大 全載空間很好 對 再高的 再長的 再寬的 甚至要Offroad也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整個全球世代 這個消費者的這個使用車習慣 其實也都正在改變 那當然你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的落差 其實有一點 對不對 那F系列 其實他最近還有什麼 電動的皮卡車型要出來 所以目前我們看起來 他其實是殘連美國 非常多年的銷售冠軍 所以在美國 想要撼動這個福特皮卡的地位 其實是有一點難度 有困難度 沒錯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德國的一個銷售數字 你有沒有發覺 福特是美國品牌 大家都用皮卡 美國人一定挺什麼 自家人 德國人啊 也是挺自家人啊 一二三名 都是哪一個品牌 Volkswagen 那他光購福賣了 91621輛 當然他的市場很龐大 他的車種數量也非常的多 不過Golf啊 確實是一個相當迷人的產品 是不是你看看 他已經來到了第幾代 第八代的Golf 而且現在又有R的車款 所以其實性能相當的強 操控性非常好 又擁有完整的歷史 以及經典傳承的地位存在 所以除了民族性之外 這個一般消費者 對於自己國家品牌的產品 都有所喜好 但是你可以從車種 你就發覺其實有點不同 美國喜歡皮卡 德國人就開什麼 傳統的先輩車沒問題 但是現在 休旅車 跨界休旅標準的中心休旅 落到了什麼 來到了第二名跟第三名 所以這也是全球市場的轉變 其實我們以前分享過很多新聞 在歐洲地區是什麼大型的休旅車 要禁止進入城市 排太量太高 所以你看看沒有 在歐洲這些消費者很清楚的知道 我不要開大休旅 甚至像VW T-Roc 這種所謂的小型的跨界休旅車 其實賣的是相當的好 那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國家 不同地區的一個銷售市場 我想都能夠反映出 不同國家 不同民族性 不同消費者的死息 是的 我們看到的是美國跟德國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在2021年銷售最好的神車 當然我們常常都會說 有時候我們去海外試駕的時候 會發現歐洲人真的比較喜歡開先輩車 果不其然Volkswagen 果然Golf就在德國拿下了冠軍 那麼在英國跟法國這兩個國家 他們的銷售神車 又是哪一款呢 型男恩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歐洲蠻有指標性的兩個汽車大國 第一個來看就是英國 當然說到英國 我們知道他們有非常資深的 這個車輛的工業背景 那他們其實的銷售的這個數量 其實單看這個表單 其實跟台灣的排行碼 其實神車差不多 我們台灣的神車差不多就四萬 第一名 對 但他們的領土人口比我們大 比我們多了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英國的市場 那整體來說去年21年 其實大家應該才 我們國內新聞都有發現 英國他們陸陸續脫歐 加上他們有一個這個瘋狂強身總理 所以政策有一些變化 所以他們去年的銷售 其實不是太好 可以說是近二十年來 是排第一 第二差的 真的 重量來說 所以衰退蠻多 但疫情也有一些影響 那最後拿到第一名的是 這個Vasco的Corsa 那可能部分觀眾會覺得 這個Vasco有一點陌生 Corsa但是又很熟悉 我們以前二十年前 我大學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的一台小舍 那其實就是Obo的Corsa 那因為這個Vasco其實基本上是屬於 這個GN集團下的一個車廠品牌 那你也可以看他就是一台Obo的概念 那他去年在英國就賣了四萬 接近四萬一千台 是第一名的成績 那再來看到第二名的話 我們看到其實是Tesla的Model 3 我剛剛說英國跟台灣有一點像 有沒有記得我們這兩年 從去年開始Model 3電動車開始爆量 甚至我們節目也講說 在銷售排行榜在進口 如果把它當作豪華品牌來說 可以說是名列前三名的一個熱門車款 在英國也發生同樣的情形 那幾個原因 雖然我們剛剛講他們的銷售 整體來說衰退 但是英國從去年開始 就跟我們台灣很像 這個Hybrid EV的車 其實銷量慢慢都爬得很快 而且他們的政府 在這些政策的這些減稅 在去年開始大量投入 所以吸引Push民眾 大量買了這個Model 3 所以它的銷量非常好 居然一次就起進Top 10 而且直接到第二名三萬四千多台 那第三名說到Mini 我想這個不用多做介紹 這個過去這麼多年 數十年來英國這個 英國老Mini的背景 一直在他們這個 國民心中的這個根深蒂固 傳達到雖然現在是加入了 德國BMW的一些血統 跟製造這些背景之外 但它還是有很好的一個銷售成績 再來我們看法國的部分 其實它的車型上的這個民眾喜歡的程度 跟英國有一些類似 前三名都是這種 先輩的小車的車型 那其實有幾個原因 我們去過法國觀光就會發現 其實他們的交通混亂度 不輸我們台北 甚至有些地方 那個停車位畫得超緊的路邊停車 那我們之前也討論過 他們蠻趣味 他們其實某些程度上 可以接受你在移出路邊停車的時候 稍微前頂後推一下 把車移出 住前撞後這樣 對 因為它的停車格 政府本身畫的就比較小 如果你買的是後來的一些日系 或是美系的時候 一定比較大 就會出現這樣的驚喜 好 看一下法國第一名的 是Pugger的這個208 那法國人其實非常的愛國 他們對於國產品牌非常支持 路上你看十台 有八台是法國之 不是Pugger 就是雷諾 或者是我們等一下看到Dacia 或是Cedron 這幾個四大品牌 那208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也剛改款了 那它的外觀變得更帥 有家族的特徵 然後很炫的這個內裝的配備 所以它的銷量是非常好的 有八萬八千多台 然後再來看到第二名的話 其實在早期台灣 其實也有引進 就是雷諾的Kelio 它長期以來就是這個先輩車 有很好的操控動力的表現 那我們一再講 它這個國名品牌 所以它也非常的受到歡迎 也有八萬五 也不令人意外的一個銷量 那第三名可能我們台灣的觀眾 稍微陌生了 就是Dacia的Sendro 那這台車基本上Dacia是羅馬尼亞文 它是羅馬尼亞的一個車廠 那它其實在大概99年左右的時候 就被雷諾併購 所以你看這個圖卡上兩台車 其實有一點類似 長得滿像的 它跟Kelio其實有點雙深的概念 那為什麼它在法國會賣這麼好呢 其實有點像我們台灣的Skoda 跟福斯奧迪的關係 就它的用料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聰明的就懂 它的價格會稍微平靡近人 那我看了一下這個車Sendro 它在法國當地有先輩車 也有比較緊湊型的CUV 它平均價格台幣才30到50萬 所以在法國整個車型 然後維修便利 整個非常經濟實惠 所以它的賣的這個程度 也都非常好 這是兩個硬法的 不同的一個銷售的狀況 天 기분受 Anne恒 會你看看 各位觀眾說 動作 可惡 可以 surgeries